第五章 奇经八脉 都觉得今晚这自家门外见惯了的街景 此刻看来确实令人发毛啊 四个人溜进院子 竹林小镜幽黑蜿蜒 京天明略为调整呼吸走在最前面 其实京天明并不是真的不怕鬼 他只是比其他三人更挺得住罢了 加上这些年来 京天明早已习惯隐藏自己的情绪 事已此刻显得较为镇定 一行人瞧瞧来到竹屋外 崇鸣蛙叫 这时听来都令人毛骨悚然 但谁也不愿意输了赌赛 四个人只得硬着头皮上 当下分成两组 一左一右分别摸黑往竹屋前进 京天明带着阿越到了竹屋正门 正打算进去一探究竟 阿越忽听得空空之声大作 不禁尖叫起来 听有鬼在哭 你别怕 是风吹过竹林的声音了 但无论京天明怎么说 阿越都吓得不肯走进屋子里 坚持要在外面走廊等京天明出来 于是项羽和刘碧从后门 京天明从前门 三人一前一后摸黑溜进屋内 同时来到了正厅 这矮桌上只点着一根蜡烛 竹鹰床床更添鬼魅 忽然间他们见到一副白骨 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旁边 刘碧两腿一软就坐倒在地上 京天明和项羽却立刻纵身而上 两人出手要去抢那副白骨 京天明在黑暗中碰到项羽 不假思索便翻转右腕 使了个擒拿手抓住 左手继续向前要抢 项羽连忙抬起左脚勾倒京天明 谁知道京天明下盘颇稳 身形灵动 脚步只稍微亮呛 就朝他回出一掌 项羽胸口蹦的一下中招 京天明这一掌的利器 虽比项羽家中的武师小得多 却另有一股劲道 搞得项羽胸口一阵气烦闷恶 眼见京天明将要得手 项羽当下不及唤气 索性死缠烂打了起来 向京天明扑了过去 正当两个十岁出头的男孩 在一具白骨钱 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忽然一阵冷风吹来 熄灭了烛火 屋内立刻伸手不见五指 项羽一愣 松开了手 京天明趁机往地上一滚 向前一把夺下白骨 抱着就往外头跑 项羽拉起了刘臂 也追了出来 三人一跑出房子 便又同时停下脚步 被眼前的景象惊骇得瞠目结舌呀 月光下 阿月全身僵硬不动地站着 双手双脚往两边张开 呈现出一个大字形 他惊恐万分地说道 后面 鬼摸了我 我不能懂了 三人往阿月身后看去 果然有个女鬼 身穿青衣 长发盖住了脸 对着抱住白骨的京天明 七声哀叹道 你 你要把我老公带去哪里 说完 那女鬼啊 飘到项羽和刘臂身后 各自拍了一拍 两人竟然变得跟阿月一样 立刻动弹不得 现在只剩下 京天明一个人了 她本来怕的 想要拔腿就跑啊 但是就觉得 把阿月他们三个人丢下 实在太没有义气了 京天明咬咬牙心想 好 既然不逃 那只有打了 跟鬼打 顶多就是死而已嘛 不消说 这女鬼便是这鬼屋的屋主 端慕容 她在屋内听到外面 有人七嘴八舌的 说什么有鬼 出来一瞧 原来是这四个孩子 夜叹鬼屋来了 当下童心大起 把那幅白骨放到桌子旁 批散了长发出来 打算要吓吓这些小孩 此时见到 京天明这个孩子 非但不害怕 竟然还放下了白骨 摆出架势 要和自己对打 端慕容惊讶之余 越发想试试 这孩子的胆量 到底有多大 于是她轻甩长发 伸手假装在听 那幅白骨说话的模样 口中说道 老公你说什么 要我别跟小孩子为难 阿月一听连忙喊 对对对对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你们是大鬼有大量 刘婢也在旁边连忙附和 对对对 你们要是放我走 我回家一定要 我爹多少点子钱 烧一牛车 不 烧三大牛车好了 端慕容听着只想发笑 忍了半天才忍住 捡起地上的白骨 温柔地搂在怀中 对京天明说道 我老公说了 只有你打搅了她睡觉 她要你明晚子时 再来一次 她好亲自教训你 你敢不敢来 今天明听了大吃一惊 但这时候只求 其他三人能平安 便答应道 好 我来 你先放了我三个朋友 端慕容点点头 伸手在阿月等人身上 拍了几下 三个人立刻手脚灵活 拉着京天明 连滚带爬地跑了 隔夜子时 酸慕容坐在家中 细细品尝着 今日稍早 去大老远买回来的 上汤浇山鸡 正抓着鸡腿 啃得出神呢 背后一个铜音 忽然想起 我来了 来者正是京天明 京天明眼见屋子里头 只有端慕容一个人 不解地问道 女鬼呢 端慕容一听这话 破扯一声就笑了出来 哪来的女鬼呀 我叫端慕容 你呢 我叫京天明 京天明左顾右盼的又说 真的没有女鬼 那男鬼呢 没有男鬼 端慕容佩服地说道 好小子 你胆子大得很 京天明不信邪地又说 你不要骗我 一定有鬼 昨天那个女鬼啊 是腰法一拍 我们中间有三个人 就连动都不能动了 你是说这个吗 端慕容话没说完 瞬间在京天明腰下这么一点 京天明顿时觉得 两腿酸麻 软啪啪地便要倒下 正想开口大喊 腰法 端慕容却笑嘻嘻地说 我便是那女鬼 怎么样 端慕容一只手 拿着吃到一半的鸡腿 继续吃 另外一只手呢 在京天明周身拍来点去 京天明顿时全身动弹不得 却又忽然周身灵活 一下子两手无力 又瞬间活血舒畅 心中不仅佩服的连话都说不出来呀 只能够呆愣愣地望着端慕容 好不容易 端慕容才终于将那根鸡腿呀 啃得是一干二净 转头看向京天明说 那不是妖法 而是我的一门功夫 叫做激火烧肠打血法 激火烧肠打血法 京天明不敢置信又重复问道 不是妖法是武功 端慕容答道 对 是一门厉害至极的武功 京天明听了两眼发光 盯着端慕容好一阵子 忽然说道 教我 端慕容虽然颇为欣赏眼前这个孩子 但可还没欣赏到愿意做牛做马 教人武功的程度 更何况要学习这套武功 必须先明白所有的穴道分布 这更是密中之密 哪肯轻易教人 但是端慕容又忽然想到 最近正着手撰写的那本医学书 其中尚有许多疑问 自己虽然以身是法 但总有诸多不便 看来这个孩子身强体壮 两次来到自己家中 也算有缘 于是端慕容想了想 对京天明说道 这样吧 若是你肯每晚吃过饭后 来我这儿让我在你身上扎上几针 说不定哪天我一高兴就把这功夫传给你 如何 京天明露出难得出现的笑容 立刻回答 好 一言为定 此后两年 京天明每日清晨随着葛涅练舞 中午自学堂归来 匆匆用过饭后就去破庙全冲阿岳的师父 现学现卖 早晨 葛涅教他练什么 下午他便全部交给阿岳 他往往一遍又一遍的示范 等于是将葛涅所教的一切反复练习 日积月累 逐渐 小有所成 每天晚上 京天明还需找端慕容 学习经脉穴道之学 端慕容虽然暗自窃喜 自己骗到一个小孩 乖乖上门助其研究 却也料定这孩子 不出个把月 便会叫苦连天 逃之夭夭 却万万没想到 京天明居然能撑能忍 每天任由端慕容在他身上 用针是又扎又刺 全无怨言 端慕容生来喜怒无常 不容易与人亲近 京天明则是防人之心甚强 以致显得性情冷漠 不想这二人 却因此极为投缘 两年下来 倒成了忘年之交了 这一天晚上 京天明又来到端慕容家 端慕容眼中尽是狂喜 声音颤抖地对京天明说道 好小子 多亏你挨了这两千多针 你看我终于写完了 端慕容拉着京天明来到小桌子前 指着桌上厚厚一堆竹简 正是端慕容耗时七年 摸遍大江南北 死人活人才撰写出来的医书 其中 记载人身脏腑 经脉 血道 病痛与治疗方法 种种学问 京天明摸着竹简 由衷称赞 端慕姑姑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端慕容也开心回到 那也多亏了你这小刺猬帮了大忙 来 几年前我曾经对你说过要教你点血 但你小小年纪 要是内力不足 点血这门功夫学了也是白学 所以今天我不教你点血 我决定要将 奇经八脉 这门学问传授于你 今天明知道端慕容不肯教 激活烧肠打血法 反要传授自己一些医学上的旁之末节 心里有些难过 他却不知道这奇经八脉 正是端慕容七年来 念资在资所钻研的核心呢 端慕容说道 众人皆知 人有十二经脉 不过众人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我行医多年查遍人体穴道 发觉除了十二经脉之外 还有八条别道奇形的经脉 我将它命名为奇经八脉 一旦通晓奇经八脉 未来你练功 便可将内力导入十二经脉 当十二经脉充满内力 便又可将内力导入奇经八脉 要知道 人之气血便好比水流 十二经脉就像江河 至于这奇经八脉便好似湖泊大海 江河之水若是满了 就储存在湖泊大海中 江河之水若是不足 湖泊大海便可以补充 江河之水有穷尽之时 然而湖泊大海有多大 有多深呢 惊天明两眼发光的回答 无穷无尽 段慕容唯唯一笑 接着突然正经起来 严厉地说道 在我教你奇经八脉之前 你得先发下毒誓 严明日后 你无论深陷什么险境 绝对不能将此学告诉任何人 好 经天明起身走到窗边跪了下去 诚恳地说道 我经天明对天发誓 端木姑姑今日所教之学 绝不对旁人提起 若我说出一字一句 就叫我双目失明 肝肠寸断 死无葬身之地 好孩子 端木容见他心诚意切 发了这么一个毒誓 心里颇感欣慰 于是便将那奇经八脉 一一为经天明仔细讲解 把他个人毕生所钻研之学 全数交给了经天明 隔日清晨 经天明起个大早 在床上墨迹端木容所教的 奇经八脉 背诵得当 经天明盘膝而坐 在床上练起功来 一个多时辰以后 经天明逐渐觉得 全身皆是说不出的畅快 他心无杂念 带到工程 已是晌午时分 看向窗外 不禁一阵心的慌 奇怪 怎么今天时间过这么快 看着天色 恐怕学堂都已经下课了 正在懊恼 打算要去向 盖聂自首道歉 没想到一开门 盖聂早已站在门外等候 两手背在身后 神色慈祥欣慰呀 经天明尚未开口 盖聂便朝他微笑说道 好孩子 你本天资过人 更难得的是 习武勤奋不错 方才 我见你修习内功 颇有忘我之意 一吐一纳 都顺畅绵长 天明 你进步之快 远远超过为师所料啊 格聂说完 缓步走入房内 拿出一个包袱 放在桌上 神色忽然凝重起来 他解开包袱 拿出了一把长剑 格聂缓缓说道 天明 该是你能拿剑的时候了 经天明一听 激动地说 多谢师父 格聂取剑在手 左右端详说道 这把青霜剑 是为师年少时所用 它乃是以金铁铸成 今日便传给你了吧 经天明接过青霜剑 只见这把剑尚未出鞘 已经隐隐透出剑气 他爱不释手 高兴地喊道 我有剑了 我有剑了 师父 你终于要教我摆布飞剑了 但是格聂却摇摇头 又从包袱中取出 另外一个东西 学长 我觉得好奇怪 你好像很久没有打断我了 哎 我跟你问问题 你就说我打断你的情绪 我这不问你 你又说我怎么都不问 你这个人恐怕有毛病吧 好好好 你不要生气嘛 那就请您继续保持下去 你放心 我不会乱问 我要继续说书了 您请 格聂取出的是一张 颜色已经变黄 质料却仍旧光滑柔软的丝帛 丝帛上头密密麻麻 写满了字 画满了图案 格聂展开这张丝帛 感叹地说道 这都已经多少年过去 如今终于能完成 为师的心愿 从明天开始 我便教你练 惊天十八剑 惊天明满脸困惑 反问道 惊天十八剑 什么是惊天十八剑 这 就是惊天十八剑 格聂说着 将手中丝帛 递给惊天明 继续说道 当年 你爹将你外祖父家的 公孙剑法加以改良 融会自身于剑术的 种种领悟 创了这套惊天十八剑 他父一旧死之前 将这套剑谱 和一封写书 托给你韩申叔叔 请他转交给我 惊天明一边听 一边低头瞪大了眼睛 他两手紧紧抓着那块旧丝帛 没注意到自己正在发抖 好一会儿才喃喃说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百步飞剑 格聂见他神色有异 料想是这孩子 忽然见到父亲一物 心情太过激动 他温和地说 先练惊天十八剑 再学百步飞剑 天明 你爹不能没有传人哪 然而此刻 惊天明脑子里面翻来覆去 却反复回荡着同样的几句话 我爹 我爹是谁 谁是我爹 格聂这时又说道 剑谱下面有封写书 是你爹为了将你托付给我 写下的遗言 惊天明缓缓看过去 果真有一块 好像是临时从衣服上撕下来的青色破布 发黑的血迹赫然写着孤儿两个大字 这一瞬间 惊天明的头几乎就要炸裂开来 他心中嘶喊着孤儿 孤儿 是谁让我变成一个孤儿 我没有这种父亲 我不要别人可怜我 谁都不许可怜我 愤怒之余 惊天明两手一松 惊天十八剑的剑谱就这么飘飘摇摇的 落进了火炉里 沙时之间在炽热炭火中化作了纷纷灰烬 你这是干什么 葛聂大喊 他完全不能了解 那个以前总是彬彬有礼 读书练武都非常认真的孩子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眼前 丝毫不认为自己有错的叛逆少年呢 葛聂看惊天明一脸倔强 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责骂 恐怕都是没用的 他左思右想之后对惊天明说 那好吧 我教你练百步飞剑 惊天明一惊 师父 你愿意教我百步飞剑 你是我徒弟 我不教你 教谁啊 葛聂回答 当下葛聂便将自己恩师 闽于天 晚年化繁为简 去无存经的三世百步飞剑 从第一世 一以贯之 开始教起了惊天明 这一以贯之 与其说是剑招 倒不如说是拿剑 用剑的基本方法 其中总共只有五种基本剑法 刺 洗 磨 点 挑 当初惊天明与阿月偷看项羽洗舞 也曾见到武师指点项羽这些基本用法 不过 花了两炷香的时间 武师便开始传授项羽其他应对的剑招 但葛聂受此一事却足足花了半年功夫 第二是 一了百了 则包含着剑术其余二十一种用法 无论是崩 挂 云 脚 腕 圈 葛聂全都用心指点 要荆天明练习到闭着眼也能使得准确为止 荆天明越练越是怀疑 也曾三番两次借故去到项羽家看人练剑 越看越觉得自己所席之百步飞剑 根本全都是剑术基本的入门功夫 毫无招式可言 若说百步飞剑第一二事确实是基本功 难道剑招均在第三事之中 若是如此 师父又为何对于百步飞剑第三事 一无所有是连提都不提呢 荆天明心中狐疑 记得小时候明明看过师父与人对打 使出的百步飞剑 招式何其精巧 难道师父因为生我的气 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教我百步飞剑吗 是 师父定然是不想教我 又怕我苦苦纠缠 所以才骗我 荆天明念及无法学到 葛涅毕生绝学 颇觉沮丧 顿生后悔之心 我何不向师父道歉 请他教我真正的百步飞剑呢 但这念头一瞬即过 他心中傲气又生 算了 师父既不想教我百步飞剑 我也犯不着问他 求他 我该让你认识了 我要职业 我这一瞬间的乱对 我那一瞬间的乱对 我正在乱对 我还要看着你 我还要看着你